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Logbit黑客组织侵入另一家美国金融公司 并威胁公开数据 香港将放宽二手公屋的案件安排 马云对阿里巴巴持正面态度 将继续持有股份、南华早报 香港、珠海、澳门大桥扮成马拉松赛事组织者目标 每年举办一次活动 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 这些孩子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到 请大家收看 Logbit黑客组织侵入另一家美国金融公司 并威胁公开数据 彭博社 Logbit勒索软体帮派 负责最近对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攻击 宣称对一家美国金融公司进行了另一次骇客攻击 该帮派的目标是芝加哥交易公司CTC 并给该公司设定了一个未指定赎金的截止日期 如果未能满足要求 该帮派威胁将公开背道数据 CTC表示 该事件对其运营没有影响 并且对其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性有信心 Logbit已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勒索软体组织 并攻击了包括英国皇家邮政和波音在内的知名受害者 该帮派以窃取内部数据并加密受害者的计算机而闻名 要求支付赎金以解锁他们并不公开背道数据 香港将放宽二手公屋的案接安排 南华早报 香港政府将二手政府资助房屋的案接违约保证期限 从30年延长至50年 此举旨旨在增加可供出售的公寓数量 并支持低至中等收入的购房者 新规定将于明年3月生效 涵盖香港市内28万套政府资助房屋的98% 根据新规定 购房者在前40年可以获得等于物业价值90%或95%的案接贷款 马云对阿里巴巴持正面态度 将继续持有股份 南华早报 路透社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将继续持有该公司的股份 并对其未来感到非常积极 根据他办公室的声明 此公告是在一份监管文件 揭示马云的家族信托将出售1000万股阿里巴巴的美国存托股 价值约8.71亿美元之后发布的 这次出售是预先计划的一部分 但目前尚未出售任何股份 马云于2019年辞去了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 但通过家族信托仍然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 香港 珠海 澳门大桥半城马拉松赛事组织者目标 每年举办一次活动 南华早报 香港 珠海 澳门大桥半城马拉松 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 这些孩子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到 悉尼先驱城报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当地篮球比赛的温馨故事展示了包容和善良的力量 由12岁的查理 威尔逊领导的客队发现对手只有4名球员 其中一人行动不便 从未进过篮 查理和他的队友们决定不利用这种情况 而是将球传给行动不便的球员 给他一个得分的机会 经过几次尝试 球终于进了 大家都欢呼起来 接下来的比赛变得不那么竞争 两队都在享受着投篮的乐趣 在另一个温馨的体育时刻中 三年级板球队队长加雷斯 摩根在一场比赛中陷入了困境 摩根决定自己投最后一局 知道对方队只需要5分就能赢得比赛 出乎他的意料 他在6球中拿下了6个WICKET 包括一个帽子戏法 为他的球队赢得了比赛 他的惊人表现引起了国际关注 Quicket Gold Coast的协调员建议 将其称为摩根 以表彰运动精神 和参与其中的普通运动员 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 宣布他们的年度词语是Metilda 这个词原本指的是流浪男子 膝带的行囊 寻找工作 现在已经代表着力量 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 Metilda的背景下 作者建议举办一个比赛 为澳大利亚男子足球队 萨克斯瑞斯找一个更好的名字 以表彰他们的成就 并激励年轻球员 保罗 亚伯拉罕牧师 曾经是一位跳伞的陆军牧师 后来成为伦敦塔的牧师 傅文 英国每日电讯 87岁的前陆军牧师保罗 亚伯拉罕牧师去世 亚伯拉罕医生与降落伞部队 空降部队和预备翼陆军特种空情团 有着密切联系 他曾在萨尔科姆担任牧师 并担任伦敦塔的负责牧师 亚伯拉罕于1936年出生于约克 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区牧师 也是二战期间的陆军牧师 他在法恩伯勒格拉玛学校 和赫莫斯学院就读 然后在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学习地理学 之后 他加入了军官训练团 并自愿加入了第21特种空情团 亚伯拉罕于1962年被驻升为牧师 成为陆军餐饮部队南海部和剑桥军医院的牧师 他在第三降落伞团服役了两次 并在马尔他、北爱尔兰和福克兰群岛等地服役 亚伯拉罕于1989年退伍 后来被任命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牧师 并担任伦敦塔的圣彼得教堂的负责牧师 他于2007年被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成员 亚伯拉罕的妻子与他结婚62年 育有四个女儿 主教练安德森对香港电视台 对伊朗比赛的冷落感到不满 南华早报 香港足球教练约恩 安德森对香港对足球的支持不足感到遗憾 他批评电视公司没有播放香港对土库曼斯坦的世界杯预选赛 并表示这个城市需要在对足球的支持上更加专业 尽管缺乏报道 香港国家队有望首次晋级自1968年以来的亚洲杯决赛 尽管大卫、塔梅伦的回归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南华早报评论版 前英国首相大卫、塔梅伦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这一举动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因为他之前努力加强中英关系 然而 这一举措被视为现任首相李希 苏纳克为了在预期的大选前将政府转向政治中间立场的国内政治策略 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因为苏纳克一直在努力与北京接触 同时捍卫英国的利益 卡梅伦的任命可能为这一角色带来宝贵的经验和人脉 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明显差异将继续存在 香港的天主教书记主教表示 他梦想着大中华地区的主教们能一起祈祷 美联社 香港新任的天主教书记主教李约瑟表示 在中国天主教会主席最近访问香港期间 他梦想着来自大中华地区不同地方的主教和信徒能一起祈祷 中国和范蒂冈在1951年中共掌权后断交 自那时起 中国的天主教徒分为属于官方国家认可教会的人 和效忠教宗的地下教会的人 马云的办公室表示 尽管股票抛售 他对阿里巴巴非常乐观 南华早报 马云的办公室表示 在阿里巴巴股票抛售拖累香港股市指数后 马云对该公司仍持积极态度 马云的JSP投资和JC物业计划 从11月21日开始分期出售8.7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 然而 马云的办公室表示 这次分期出售是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不会导致他持有的股份减少 办公室补充说 马云对阿里巴巴充满信心 并认为目前的股价远低于其公平价值 阿里巴巴在云计算分拆失败后 依靠新的增长支柱 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CEO吴伟康概述了他认为 将推动公司未来十年增长的四个战略及创新业务 他们是阿里巴巴的在线批发市场1688 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咸鱼 办公协作和应用开发工具丁丁 以及搜索和云存储产品Quark 吴还强调了三个关键优先事项 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业务 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业务 和全球商业网络 此公告是在阿里巴巴决定 搁置其云计算部门分拆计划之后发出的 香港证监会以6.91亿美元收购 太古地产大厦12层楼 南华早报 根据一份声明 香港证券及其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已同意以54亿港元 6.9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太古地产 位于捷鱼永的港岛东中心12层楼 这笔交易将于2028年完成 这笔收购从长远来看是节省成本的 因为SFC投资于自己的资产 并消除了租金费用 来监管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梁启华表示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 魁北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 可以追溯加拿大的巴拿马文件头目 加拿大CBC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 魁北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 AutoRite的Marcus Financiers AMF 有权追究自称私人银行家的弗雷德 夏普 Fed Sharp的指控 AMF指控夏普和其他三人 将资金注入一家名为Solo International的公司 以便其魁北克子公司购买采矿权 然后 他们参与了一个操纵市场的计划 以提高该公司股票的价值 Solo在内华达州注册成立 并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夏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离岸公司网络 目前还受到加拿大税务局 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决定 意味着加拿大各省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 可以追究其省外的违规行为 只要与该省有一定的联系 中国承诺满足开发商的合理资金需求 彭博社 中国的监管机构 已只是该国最大的银行 和资产管理公司满足房地产公司的合理资金需求 作为政府振兴困境中的房地产市场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管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呼吁金融机构支持房地产开发商 从资本市场获得贷款 发行债券和获得股权融资 中国的房价在10月份出现了8年来最大的下跌 刺激措施未能振兴该行业的销售和投资 监管机构还鼓励房地产行业内的合并和收购 并呼吁更多支持住房项目交付和发展可负担房屋 更多的闪电 野火和更温暖的世界 欢迎来到各运循环 南华早报 根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 由于气候引起的闪电引发的野火数量不断增加 这将威胁到全球变暖的加剧 研究发现 虽然自2001年以来全球的野火数量有所下降 但在热带以外地区的野火数量却急剧增加 其中大部分发生在西伯利亚 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北方森林 这些地区储存了地球上40%的碳 预测在北极附近的火灾将释放出被冰冻土锁定了数个世纪的碳 联合国环境计划预测到2030年野火将增加1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新闻吧 首先 我们听到了关于Lockbit黑客组织的消息 他们侵入了一家美国金融公司并威胁公开数据 这个黑客组织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勒索软体组织 并攻击了包括英国皇家邮政和波音在内的知名受害者 他们以窃取数据并加密计算机来勒索赎金 并威胁公开被盗数据 这种黑客攻击不仅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威胁 还对个人的隐私和资料安全构成了威胁 希望这些黑客组织能够被追究并给予应有的惩罚 接下来,我们得知香港将放宽二手公屋的案件安排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将有助于增加可供出售的公寓数量 并支持低至中等收入的购房者 这将使更多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 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希望这一举措能够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带来稳定和增长 然后,我们听到了有关马云 对阿里巴巴的股份持有态度的消息 尽管他的家族信托计划出售一部分股份 但马云本人表示对阿里巴巴的未来持积极态度 这是一个好消息 显示了马云对该公司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望 阿里巴巴是一家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对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我们听到了有关香港、珠海、澳门大桥办成马拉松的消息 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活动 希望能够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 这将为跑步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 在大桥上享受运动和美景 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成功举办 并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运动盛会 最后,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暖的体育故事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们的善良和包容的力量 在一场篮球比赛中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男孩决定让一个行动不变的球员得分 让所有人都享受到比赛的乐趣 在另一场板球比赛中 一名三年级的球队队长以令人惊叹的表现 帮助他的球队赢得了比赛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中 我们仍然能够展现善良和包容的一面 总而言之 今天的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和温暖的故事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大家感到愉快和鼓舞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